本来是没有的 后来不知怎么 又来了一位龙二公主 龙二公主 敢问朱 朱燕首两 这龙二公主 是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 这可就不好说了 还记得那日 三位公主在织云台织布 不知怎么 突然又多了一位四公主 据说这位四公主是 不对 你没事 打听这么多干什么 好 朱燕首领息怒 我们只是一时好奇 好奇 在神异山好奇 可不是一件好事 该让你知道的 本首领自然会让你知道 不该让你知道的 你若是知道 这可就不太好 朱燕首领 我们知道错了 算了算了 既然鱼儿姑娘这么真诚的道歉 我就饶了你们 以后你们可要当心啊 是 这是自然 只是我和鱼儿出来乍到 难免会犯一些错误 还请朱燕首领以后 多多关注 好说好说 这样吧 以后你就跟我了 鱼儿姑娘 以后你就归神儿管吧 好 以后好好照顾鱼儿姑娘 知道了吗 是 整天板着个脸 多学学人家鱼儿姑娘 多笑一笑 来 笑给我看看 笑得比哭还难看 好了 你带着鱼儿姑娘 下去休息吧 神儿姐姐 在神异山 我有好多事情不懂 以后你要多多教我啊 没问题 咱们走吧 住院首领 那我们先行一步了 去吧 住院首领 属下虽然失去记忆 但是还依稀记得 鱼儿姑娘好像有什么喜好 不知你是否感兴趣啊 什么 赶紧说说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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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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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溪 灵溪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东西了 灵溪 我亲爱的灵溪宝宝 我亲爱的灵溪宝宝 你冷静一点 放开我 赶紧给我放开 兄弟对公主无礼 再也没有人 可以分开我和灵溪宝宝 灵溪 灵溪 你这个臭小子 灵溪 把这放波弄我俩 灵溪 灵溪 那麵溪宝宝 再也没有人能叫我们分开了 好 好 不分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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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分开我好不好 有话好好说 你先封给我 不 我不放我不放不放 再也没有人能叫我 我的灵溪宝宝分开了 我不要 不是 我 有人有人有人 别 灵溪宝 我 我 碧岸 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大风找的药粉全被弄洒了 我们得想个别的办法 让灵溪恢复正常 现在可好 穷气制毒的解药没找着 灵溪也变成这样了 这个灵溪啊 借着中毒的机会 可没少耍流氓 碧岸 我看 我干脆给她打一顿 打哭为止 不行 来 灵溪 龙儿宝宝 还好你还在 你给我把我松开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好不好啊 我 灵溪 你怎么那么酸哪 你是不想离开四公主 可是四公主不想你 天天这么缠着她呀 不能 龙儿宝宝肯定不会想让我离开她的 对不对 龙儿宝宝肯定很喜欢我的 对不对 说什么呢 谁喜欢你 龙儿宝宝 难道你真的像大风说的一样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对 我就是不喜欢你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呢 灵溪要 要用户了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呢 你又莽撞又粗鲁 还不懂别人心思 要是女生肯定会喜欢 喜欢碧岸这样的 有效果 不 公主 再说两句 我就是喜欢碧岸这样的 又沉着又冷静 又稳重又大气 我就是喜欢碧岸 不 我就喜欢她 从她刚上山我就注意她了 我就爱上她了 我 龙儿宝宝 她真的哭了 你 你快点放开我 好了 灵溪你终于好了 我刚刚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回来了 当然是为了找灵儿姑娘拿解药喽 顺便 让你恢复正常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我们快去找灵儿姑娘吧 可是 我们之前见过灵儿姑娘 她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她对我都是冷冰冰的 灵溪 你知道李楚飞拿的那个药瓶 装的是什么吗 好像是一种什么药水 对 就是涉灵水 它会让你 反正你之前那么对我 就是因为这个药水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 灵儿姑娘 之所以会这么对李楚飞 是因为她也中了那种药水 聪明 而且你们几个 都是流了眼泪之后 就恢复正常 那要照这么说的话 咱们只需要 让灵儿姑娘哭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刚刚李楚飞也是因为 流了眼泪之后 才恢复正常的 可是咱们 怎么让灵儿姑娘流眼泪呢 打她 不行 要不然 靠你们之间的感情 感动她呢 等着混沌草 开出了混沌花 我便能研制出解药了 楚哥哥 这 李儿 怎么是你啊 你来做什么 灵儿 我受伤了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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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楚飞给我打的 你快看一眼灵儿 你快看一眼啊 灵儿 你还是跟我回到原来 那个小屋子里去吧 李水飞她不是什么好人 她为了控制你 还给你有什么奇怪的钥匙呢 我不许你这么说楚哥哥 楚哥哥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男子 他哪里好了 灵儿 你醒一醒 赶紧跟我回去 别碰我 你手怎么了 不论你过来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难道你不记得 我们以前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了吗 没忘 你看 那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冷淡 因为 我只喜欢楚哥哥一个人 又是楚哥哥 你被他骗了你知不知道 楚哥哥是好人啊 自从师父去世之后 所有人都不认可我 只有楚哥哥他认可我 我犯了错 楚哥哥包容我 我却采药 楚哥哥还担心我 我从来没有被一个人 这么呵护过 所以我决定 我这辈子都要对楚哥哥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说不定他有别的目的呢 楚哥哥能有什么目的呢 穷奇之毒的解药吗 那是我自己要给他的 穷奇之毒 灵儿 你真的有穷奇之毒的解药 不错 等这混沌草开出了混沌花 自然就有解药了 怎么 你也想要 不瞒你说 神异山的三公主 也中了穷奇之毒 她现在昏迷不醒 危在旦夕 所以 解药 什么 神异山的三公主 中毒之后 是昏迷不醒 你确定 她中的是穷奇之毒吗 嗯 这是我亲眼所见 原来 不同种族的人 中毒之后 症状也不同 太好了 我知道该怎么配药了 不过这药是给楚哥哥的 不能给你 刘儿 你 原来 这混沌草 是需要鲜血滋养的 太好了 这一下 她就能开花了 你别做傻事啊 为了楚哥哥 我什么事都能做 灵儿 你不是想要解药吗 这药伞 虽然不能完全解毒 但是最起码能缓解一阵 这下你满意了吧 不是 你快走吧 灵儿 快出去 你听我说呀 你千万别这么傻 你快出去 灵儿 灵儿 你开门 你别做傻事啊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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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啊 灵儿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开门 灵儿 怎么样 灵溪 简要拿到了吗 好 太好了 三姐有救了 这并非是穷取之毒的解药 只能暂时缓解一下 既然灵儿姑娘 有缓解的药 那么想必 她也能调配出来 完全能够解毒的药吧 灵儿 这个你先收着 好 我们再去求灵儿姑娘 让她把完全能够解毒的药 也给我们好不好 不行 她现在是不会给你的 为什么 她不是已经好了吗 没有 刚刚 我想用苦肉剂 让她流眼泪 可是没想到 她非但不心疼我 反而还一心一意地想着李楚飞 甚至还用血 去滋养调配解药的一味药材 灵儿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去把她抢过来 不行 这样会伤害到她的 你到底怎么会伤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人家灵儿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人家爱的是李楚飞 陆夕 你这么说灵儿 嘻嘻 灵夕 你干什么 公主事事为你考虑 你还这么对她 三公主还未在担心呢 兄弟 是有那么一点点 过了 对 对不起 龙儿姑娘 我就是 一时有点着急了 我本来还想着 要是你没办法 恢复灵儿姑娘 我就亲自出马了 你 你别生气了 要不你打我 我没有时间跟你计较这个 现在我们时间不多了 分头行动吧 大风 碧安 你们先把解药拿回神异山 我跟灵夕留下来 想一想让灵儿姑娘 流眼泪的办法 好拿到真正的解药 四公主 要不然让大风回去吧 我留下保护你 算了 你们一起回去吧 人都反而不方便 快走吧 碧安 你放心吧 灵溪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不会再跟你抢 走吧 走吧 走啊 保重啊 这边 走吧 大姐 三妹怎么样了 从脉象上看 毒素已经全部扩散到体内了 那怎么办呢 小龙女她们还没有带老神医回来啊 对了 石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石墨因为有咱们的法术做支撑 暂时还能够维持 如果三妹继续这样躺着的话 恐怕 目前来看 只能寄希望于她们回来了 好 怎么样 没人跟踪吧 没有 你从神火女那儿套取到什么情报了吗 我已经得知 画天幻境之所以能够限制外人的记忆 都是由石墨引起的 石墨 这石墨 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还不知道 我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 不知 你在朱燕那儿 获取到什么情报了吗 我从她那儿 可得到了哪吒 和小龙女的所在 小心 辛苦了啊 来 带人 来 所有人给我打起交参 老街 这儿你干得还不错啊 参见使者大人 都是女王陛下 与使者大人指导有方 好 跟我讲讲这里的宫石是如何安排 我们现在采取轮班之余的 保证每天十二个时辰都在看 不妥不妥不妥 断龙台需要不断地沉淀与劳 这样的不断施工 会对其造成损坏 这每天 必须得休息一个时辰 是 老街 跟我讲讲这里的施工去 好 使者大人 来 这边请 这边 你看 这边呢 就了 太子 你怎么又来给我送吃的了 别总叫我太子了 叫我熬街就可以了 这 恐怕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肚子饿了吧 快吃吧 我不碍事的太子 就是 你别总来 到时候被人发现了 没关系的 丑宰相死了之后 这宫中就安全多了 对了 断龙台的事怎么样了 将士们倒是挺好的 只不过最近 暗黑使者一直在断龙台 我也不太好做什么 我总感觉 他心里好像有什么小计谋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多虑了 太子 这几天 也真是难为你了 都把你给累瘦了 我没什么 有龙妹妹消息了吗 她还在画天幻境中 没有走出来 现在 摩昂太子也进去找她了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火龙使者和鱼姬 也进去了 那 那怎么办 只能希望公主 她吉人自有天相了 她吉人自有天相了 见过女王陛下 有消息了吗 正如属下所料 这一场 凹街水精灵的来往 是越来越频繁了 那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本王已经等不及了 不可 要等到他们情浓密意的时候 才可一击击重 师母 山王 他是不是也是一样 站住 干什么的 我是龙儿公主的贴身侍卫 遍按 遍按 既然是龙儿公主的贴身侍卫 怎么偷偷跑回神异山了 龙儿公主呢 龙儿公主和灵溪 在山下还有麻烦 快帮我去见火榴梨公主 我要给他送解药 龙儿公主有麻烦 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新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们可是有要事在身 耽误了你担当的起呢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你 看他那么凶 好像比我的职位要高一点 还是认怂好了 您说得对 是属下的错 好 那就劳烦大人 带我们去见大公主吧 多一个风啸歌 多一个麻烦 你 跟我来 我说让你跟来了吗 好像应该 我记得是没有 知道就好 怎么感觉这女兵怪怪的 怎么感觉这女兵怪怪的 好像跟她打过一架了 不对 是她打过我 不会是在吃醋吧 不可能 不可能 瞎 你瞎 是 眼泪出来了 舒服多了 我还是去找神儿吧 大公主 这药只能暂时抑制穷其之毒 要想根治的话 还需要龙儿公主把解药带回来 你们先进来替我护发 我要让她体内的药 快速吸收 是 这不是水精灵吗 她怎么也进入花天幻境呢 我请你 三妹 你好点了吗 大姐 龙儿呢 龙儿很快就会回来 你现在身体还是比较虚弱 什么都不要想 只需要静养 立案等一下 有事吗 你 是不是东西掉了 掉东西 没有啊 没有吗 那你把你的武器 变出来看一下 武器 你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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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什么 这穗子 是我三两剑的吗 怎么会在你那儿 你真的完全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吗 不记得 难道你知道我的过去 我 我也不记得了 我也失去了记忆 不过 我觉得 我们以前 一定是有什么联系 你看 这三棱剑和穗子 这些能证明什么 也许这是我们以前的 定情性命 也许我们之间 不可能 不可能 对 为什么 虽然我不记得 我以前的事 但是冥冥之中 我有一种感觉 和我有联系的人 是龙儿公主 你 穗子断了 可以换新的 感情纠葛 是不可替代的 告辞 好 我不是劝你投降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为整个水族考虑 你是个人才 只可惜占错了阵营 我说的话 牢牢记住 好 鱼儿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朱苑首领 有事吗 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听大伙说 你喜欢武器上的穗子 所以 我特地用我朱苑原型的毛发 他做了一条 希望你会喜欢 朱苑首领 你误会了吧 我并不喜欢穗子 你不喜欢 你会想要 这儿 我以为我 你会想要 我 我会想要 这儿 你会想要 你不想要 你能不能 原来 火琉璃 与水精灵长得一模一样 如果说 水精灵是寄生在金水令牌之中 那么 银水令牌 会不会跟火琉璃有关呢 很有可能 只可惜神早批在花天换景失去效力 不然 可真得抓紧通知女王 现在距离太后正义气衰退之日 就越来越紧 我们得抓紧时间行动吧 这句话得我提醒你才对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对魔王动了心思 我劝你最好收敛一点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我 怎么了这是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白泽姑娘 你怎么样了 楚哥哥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你知道我会担心你 还要这样对待自己 不是跟你抢过了吗 就在家里好好织布就好了 楚哥哥 我弄成这样 其实就想 找出穷奇之毒的解药 什么 你听说过穷奇之毒 我师父当年 就是中了穷奇之毒 因为混沌草没有开花入药 他死后 我就寻找各种草药要来代替 终不得其访 不过现在我终于知道 混沌草 是要用鲜血滋养 才能开花 楚哥哥 你的病有救了 你看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 用自己的鲜血去浇灌混沌草 傻瓜 楚哥哥 我休息片刻 很快就能治出解药 楚哥哥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自从 坐上家主之位之后 我一直 一直孜孜不倦地 去寻找锁林布 还从未想过穷奇之毒 可是 可是我 好了 别再说了 休息好吗 你 我 你说的这个办法行吗 我跟你说 我可是真心实意 替你们家蓮儿姑娘 着想的 你看 咱们现在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让蓮儿姑娘流泪 对不对 那么办法就只有三个 第一 让她感动得流眼泪 你试过了 不行吗 第二 让她痛苦地流眼泪 你看 你又舍不得 那么只有第三种 吓哭她 可以 怎么吓哭她 女孩嘛 都怕鬼的 这样 你去把她引出来 然后我呢 帮她说鬼 吓唬吓唬她 吓哭就好了 不行 她是不会听我的话 跟我出来的 你就跟她说 是李楚飞叫她 她一定会出来的 你 干什么 我说错了 没错 那就这样吧 就这么决定了 我先去了 您去找蓮儿吧 好 你别去那边 小心 没有那么疼啊 你当然不疼啊 躺得我身上了 重死 对不起啊 我是那 压死我了 压死你了 说得好像我很重视的 要不是你拉不住我 我才不会掉下来 确实很重 说这干什么呀现在 我怕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出去才是真的 出去 这么高 这样吧 我在井壁上呢 变出一个梯子 咱们就能爬上去了 那也是 濒临 青青 起 居然能变出一个隐形的梯子呢 龙儿姑娘 老师怎么不好使了 你等我一下 濒临 青青 起 你骗的牙签可真大呀 龙儿姑娘 这 肯定不是我的水平 再来一遍 濒临 青青 起 可以了 你不要再吃饭了 浪费法力 我跟你说这跟我没有关系 肯定是这个枯颈 它有问题 对 是枯颈的问题 谁知道呢 也许是你的法力 不太好使吧 都什么时候 你不要跟我耍贫嘴了 灵溪 要不我们大事互救吧 你不知道 这个地方 平时根本就不会有人经过 除了我们俩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大哥你做人这么做的 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话 我来都不会来这儿 我怎么会掉下来 我在这儿施法 我要变成一个梯子 你还在旁边冷嘲热讽呢 我看啊 要不是因为你落井下石 我根本就不会这样 好 我闭嘴 如果我闭嘴以后 你就能变成一个梯子来的话 那我就 怎么样 那我就夸你好棒棒 我还不用你夸呢 闭嘴吧 我要开始施法了 你不要害怕 胖 青青青 濒临 青青青 骑 咸 行 濒临 亲亲 骑 骑 我得赶紧把解药制出来 不过楚哥哥好像更喜欢锁灵布 我是先知药呢 还是先知布 我实在是不忍心 看到楚哥哥发病的样子 我还是先知药吧 兵灵清静 静 静 灵心 我们恐怕是没有希望了 你别这么想 你不是灵兽族吗 你试试能不能飞上去 大哥 我们灵兽族飞也是要借助风的 这井里没有半点风 这哭泣又有点古怪 我怎么都使不上法力 我有点喘不上气了 感觉水属性法力在一点点消失 那你的法力要是消失尽了 会怎么样 变回言行呗 干 干什么去啊 我 我爬出去帮你找水啊 不行 你不能去 这井里太高了 你根本爬不上去了 你放心 我皮醋肉厚的帅不死 倒是你 在我找到水回来救你之前 你绝对不能死 你不能去啊 灵溪 太危险了 你不能去 罗儿姑娘 罗儿姑娘 这里上也去哪儿了 怎么哪儿哪儿也找不到她呀 我 我的脚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样 灵溪 我现在浑身好热 没有一点力气 你待在这里别动 我试试 能不能爬上去 给你找点水来 灵溪 灵溪 别去了 你听我讲啊 如果我今天 我真的死在这儿 你千万要把我带回神医神 给我的姐姐们 呸 呸 呸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你绝对不会有事的 灵溪 没想到 你平时嘴巴这么坏 在这个时候 你还在替我着急啊 我当然会着急了 自己的朋友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会不着急呢 这是普通朋友吗 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这个干什么 反正我都要死了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会长命百岁的 你这个秘密 留着我们上去以后 再说给我听 灵溪 虽然我们平时 总是爱吵嘴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 我们认识了很久的样子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才老是爱欺负你 灵溪 虽然你平时很冲动 但我知道 你是个真正的好人 我 我很欣赏你 其实那会儿 你中了摄灵水 说你喜欢我的时候 我还挺高兴的 眼下最重要的是 你的性命 你想这些做什么呀 我不知道 我就是忍不住去想 龙儿 灵溪 我感觉我们真的认识好久了 比你跟龄儿姑娘 认识的还要久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在这儿相遇 肯定是有理由的 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那就别想 怀疑 龙儿你快看 天上是什么 灵溪 你 我 真的 看看什么 嘴鸟